和之前是不一樣 現在市場焦點 可能在非農商的焦點已經不是這麼的強烈了 就是說短期的行情是有 但是想讓它因為這樣的一個數據 走出來一個很大的一個單邊行情 好像現在可能條件不具備 所以那市場的話最後不管是怎麼運行 你不管是運行以後 我們看到各種各樣的新聞 以及各方面的情況 總歸套它的道理 但是還是那句話 我們做交易實際上做的是未來 你不管你這週看到各種消息 以及包括對市場的分析 每個點上面很多數據不是特別好的 導致了怎麼怎麼樣的一個結果 這些其實無法再給我們收益 我們真正的收益是到未來 也就是講從今天開始到明天的行程 才能給我們帶來真正意義上一些交易機會 好 那麼今天的話 當然基本面上 表面有特別重要的消息 而且信息還比較少 那這週不一樣 這週的話可以講 週二週三 明天後天 美國的這個非常重要的數據 就會影響市場 那麼週二週三的話 一個是美國的通脹率 零售數據 基本上每一次也都是這樣 就是兩個數據是前後 基本上間隔一天 公佈一市場 那麼市場現在的反應是什麼呢 就是未來 這個我只能是猜測 我覺得這個數據各方面的話 可能會稍微會好這麼一點 你講CPI可能預期的話 比較低 但是要知道 上一個月到這個月 美元並沒有加息 所以CPI的增速降低 是否能降這麼低 是否市場過一個悲觀了 我覺得有點這種概念 所以從CPI的角度講 我是比較看好美元 是比較看好美元 那這個要看各個品種 強調一點 我說品種不一樣 這個走勢來講 我們還是要有不一樣的看法 可能這次預期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預期的話相對會比較好 但是這個我覺得 是不是有點問題 因為上個月和這個月 美國並沒有什麼假期 它和之前的 為什麼上個月是降低了呢 就是12月份 因為這個所謂的就是 聖誕節假期以及元旦 就是新年這個期間 可能零售大漲以後 相對的2月份可能會平淡一點 所以整個零售數據是下跌的 那這個月公佈的話 這個數據顯示的話 可能預測會比之前好一些 就是說大幅提高吧 提高 那這個能不能實現呢 我也是打個問號 那這些的話 我們現在來講 我覺得最主要像白天 也特別跟我提到 我覺得那現在怎麼看市場呢 我覺得現在從市場來講 分析技術層面會好一點點 就是說現在可能市場的走勢 和有一點不一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不一致體現在什麼呢 12月份的時候 基本上基本面和技術 技術層面在一個方向上 就是說基本面一出消息 確定一個方向 然後技術層面 就是說我們價格走勢呢 就沿著這個方向去運行 相對來講 你講的簡單和直接的那種思維 那進到這個月 包括上週的這個非農數據 就不一樣了 非農數據的 當然現在的話可能 有人說有些品種又跌回來了 那麼我只能說是當時非農的時候 它並沒有向著 所謂的有利於美元的一個方向去運行 這麼好一個非農 當然有人說這個失業率沒有 但是畢竟來講是非農數據 是可以講30萬的數據 如果放到幾年前 有一個月達到30萬的數據 那一定是一個 不能說一定吧 就多數情況下是一個大的一個利好於美元的數據 非美會進行一輪大低 這個是一個過去幾年可能會發生的 現在不一樣了 你講技術面和基本面和相分離了 那這個是好的事情嗎 其實是好的事情 因為這樣的行情的話 逐漸的就是和我們以前做交易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會思維上反而會更重要 就是你能不能夠提前預判一些交易的方向 以及如何去交易 然後哪個品種更好一點 這些就變得比一二月份那種 基本面和技術面同期運行 然後我們這些特別是交易有一段時間的人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基本上交易兩到三年的同學 我們很多人對基本面怎麼樣 不相信它 因為在我們過去來講 我們會有一些 因為相信基本面而造成的一些損失 只有90造成我們的思維會認為基本面是不可靠 而恰恰在一二月份的時候呢 基本面就是很可靠 出基本面的方向 好像很多品種按著方向運行 都跟基本面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這就是市場的一個走勢的一個 特別有意思的現象 這個月發生了變化 這個月發生了變化 所以從交易角度來講 我覺得更加適合我們這種 有一定交易水平 有一定交易經驗 我們開始對市場產生質疑 然後呢 通過分析得出來一些交易機會 然後呢 把這些交易機會 或者用一些逆向思維啊 一些趨勤左側一點的 包括和市場相反的思維 可能會更有利一點 這是我一個看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各個品種的走勢 那我們還是先看一下 我所關注的紐約好吧 因為紐約的話呢 從形態上來講 我之前給畫那個線還在啊 那麼從最近這個分析走勢來講 穩定的 比較穩定的是澳幣和紐幣 這個應該大家都能看得到 我就不多說了 那麼從時間周期來講 我覺得也對 那我覺得也對 就是說這個運行大概四天 這邊下來大概有一天多的時間 從這邊開始向上運行 就是說如果從低點算 那3月9號算 3月9號那一天 3月9號那一天 算是新的一輪的拉升 就在這個時間點裡 今天剛好是 就是說新的一個拉升的一個開始 一個點 那麼運行了9號 你說10號吧 反正就這實際上是一天 90因為跨著週末週五週六 其實算一天 今天是第二天 今天第二天 所以這個 這個週期應該我覺得在 本週可能會有一個 繼續的拉升的一個高位出現 那麼這個行情呢 我們就可以認為 有可能這裡是一波拉升 到回落到再次拉升的過程 那麼這個過程只要能夠 像我之前完成的那個 現在是到今天是第 現在今天是第八天 第八天 從今天算到下週的這個 一期會議之前 還有七個交易 如果按照整個算的話 因為到第八天的話 那麼就出一根K線 明天命理進化 一期會議 所以還有七顆K線算上今天 那這七顆K線能否 讓我覺得到一個頂點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交易 我覺得有可能是有這麼一個 行情出來 那麼關注紐幣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 在這週四的早上 週四的早上 那麼會有紐幣的一個基本面的消息 而且這個基本面消息 對於紐幣來講 還比較重要 這個是涉及到這個紐幣的這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本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基本面應該是 紐幣的四季度的GDP 你說可以講 紐幣的四季度的GDP呢 我覺得就很重要 因為季度GDP會稍微重要一些 而且預期上來講的話 會有所增加 那會否造成是一個 紐幣上行的一個行情 這也是我所會特別關注的一個位置 也就是講 這個地方的話 剛好是週三 週二、週三、週四的早上起來 那麼週二、週三 是紐幣的外部消息 就是美元的一個消息 而週四的是紐幣自身的消息 會否形成一個 在一個上漲的過程當中 形成一個形態 就說 剛好和 比如說和 是否和週四 週五的一個行情 能有一個 聯動的一個概念 所謂聯動 就是說 在週四、週五能否 再形成一個類似 我們就把這個形態 放完整就好 現在的話呢 前期這個上漲 大家可以看到 是有一個 逐級抬高的 那麼一個趨勢 接下來的行情 可能也會出現一些 類似於這樣的走勢 類似於這樣的走勢 這些我覺得是一個小的周期 我們需要等待的就是 在本週接近到末端的時候 以及下週一的時候 那我可以這樣吧 我可以把這個抬得更高一點 會否出現類似於這樣的行情呢 比如說這裡是一個拉收 這裡是一個回調 再有一個拉收 那我就不再多化 這裡面包含可能已經有一些變化 那麼 這個拉收入以後 會不會市場靠這些消息 會出現一個 比較深的一個調整 然後再出現一個 很大的拉收結構 而在這個結構當中 我覺得就會到我們的賣出點 好吧 因為有這麼幾天的一個交易的 一個時間 包括明天的CPI 後天的零售 週四的 紐幣自身的消息 GDP 然後到週四的晚上 還有一般每週的一個 都是首週的 首次的一個申請巨月金 和失業 就幾人數 基本上每週都有 基本上每週都有 那這些消息 也是我們要重點看的 重點看的 那麼從交易的時間來講 那么从这周开始 因为美国进入了一个下令时 你知道美国开始进入下令时 所以到明天美国公布的这些数据 就会比什么 就会比之前早一个小时 比如说之前的话 美国公布这些数据大概都是9点半 就跟大家提醒一下 那到明天CBI公布时间 就是我们澳洲这边 澳洲这边是会提前一个小时 国内也是提前一个小时 国内是8点半 我们澳洲是11点半 那么到了这月末下月初 澳洲这边调完令时以后 那么这个时间就在 那么就到了澳洲这边的10点半 所以可以提醒一下 所以明天的话 这个消息面影响 就是说它会早一点 11点半就可以了 那就是澳洲这边 国内的话就是8点半 那么我讲这个形态 那为什么是这个形态 为什么是这个形态 就是说在之前的这段运行当中 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是 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低点 超过前期比较明显的低点 对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当然这可能画的就是 比较笼统吧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就在今天的话 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包括到明天 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低点 比较明显的低点 我觉得靠消息来讲 就是说它会先拉升 但是在接近到顶部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先反过 然后再拉升的过程 先反破下来 再拉升上去 这么一个过程 那如果是这个过程的话呢 可以讲 如果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比较像是扭逼的一个高点出来 为什么 就是感觉上反转了 结果市场又继续的拉升 结果 就是说现有的人可能做空的 然后呢 跟着又拉升起来 将做空的人去洗掉 就是 其实这个是这个含义 那我刚才画这个图形是 这种概念 但是具体到 细节是否是这么去运行的 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推 我只是把这个概念去讲 就是在它真正意义上跌之前 应该有这样一个反过的 那么有一次还是有两次 然后根据后面的走势的实际情况 我们再去观察 再去观察 好 这个是纽币 这个是纽币 当然有人说 今天发现有人说 澳币走的会比纽币更强 按照我去年的分析来讲 我觉得澳币的 就是我是希望澳币 我也是做空的 但是从形态上来讲 形态上来讲 因为去年的话 澳洲这个走 澳币这个走势来讲 是算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个上涨形态 上涨形态 那么在这个形态当中 把这个上涨形态当中 是否真正意义上就完结了 我现在不是特别确定它 那么我为什么说不做澳币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今天白天特意跟有些 说什么概念 我们来撕垮一下 纽币的话在上一周 在上一周 不是上一周 上个月 它的基本面是情况是非常不好 非常不好 那么当然了也许 我们大多数同学就把那些不好的数据 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就已经忘记了 对吧就已经忘记了 实际上这些基本面 我觉得它最终还会有一定的做 只是说它可能会滞后 所以这个纽币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 利用最近的这些美元的数据也好 然后包括市场的仪器也好 包括具体的数据也好 以及纽币自身的因素也好 不管怎么样 做出来一个形态 然后的话 因为在去年这个形态我们对比一下 以前我说过好几次 就是在这个形态下 纽币是以近向下的破位 能够看到 就是在0.6779这个位置 它在与近实际上出现了一次反转的行情 而且这还是大周期的 这还是大周期的 那么当它运行到这个附近的时候 按照正常来讲 不就是我经常会说有一个平行的概念 那平行的概念我之前已经给大家画了 运行大概在0.7450到0.750之间 刚好是一个下跌的平行通道的一个位置 一个上方的位置 但是澳币呢 没有 你说澳币如果想跌破它的情况下 第一次跌船 我觉得还会受到一定的阻力 向上的运行 所以我觉得扭币我还是第一选择 在过去我一直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概念 当然你看细节 可能说这几天来讲 可能看着澳币比扭币强 对吧 看着澳币比扭币强 那为什么 是我做空不做一个 就是显得比扭币更强的一个平整 对吧 我只能讲这个概念 具体的话 我也不排斥说 我做空扭币了 你说你去做空澳币 也可以 这个谁也说不准 只是一个交易的选择 信任问题 好吧 澳币和扭币 当然你说短期 既然我说了短期 你说我继续拿着多单 也可以 因为像之前 我建议大家在这一端 去拿多单的话 扭币现在上上运行了 有第白点 它是板稳定 我只能这么讲 经过 它依旧保持上涨的结构 它起码来讲你做多 你总比欧元强 虽然欧元在盘中的时候 曾经一度假设按照这个地点算 对吧 跟努力差不多 这一度涨过一百多点 但是盘中这样的走势 你就会很难看 它基本上就都跌回来 你接下来会怎么样 包括欧元 包括英镑 以及包括黄金 那么黄金的话 基本上现在按照这个地点 你去算的话 那么现在当然也是不赚不赔 但是就是说 那你就没有意义 你只有它 所以这边就会造成很多的困扰 当然这个是我上周 背门之前给大家花一个图形 前半段是对的 但是达到了小时限的压力 依旧起作用 一直沿着小时级的压力位 有压力 到最后的这几个小时吧 就是从欧洲时段开始 然后黄金 也没有走出来这个状态 这个倒不走外 因为现在本身来讲 我对黄金来讲 也是不想过分的介入它 因为黄金的基本面 现在还是蛮乱的 为什么呢 我们最近看到有些消息 关于朝鲜的问题 朝鲜的问题好像一直在 处在一个缓和的状态 今天有一则消息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看到 说是朝鲜日报吗 平壤日报还是美国日报 就说了 希望可能美国去平壤 去建立美国大使馆 那这个事儿 我觉得真的假的先放一遍 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是否可靠 但是确实有个名字消息 包括以及包括最近 我们知道这个接下来可能 有可能金正恩可能和特朗普会会面 这件事情可能会发生 那也标志可能朝鲜的方向有点变化 那另外一方面你说黄金现在这个市场 因为现在市场整个的话又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风险 比如说包括由于特朗普带来的这个贸易战 会否使得产生一些所谓的一些风险性 比如说打击到某个股市 会怎么样的会不会有 如果有的话你会不会刺激黄金的上涨 它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所以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我就一直跟大家说这个概念 黄金这幅日图 就是这个日线支撑 能不能有效的下破 有效下破以后 我们进行卖出交易 那么当然这个交易来讲就是破位以后 就是说如果是破位了 下下跌破 不一定是这样 如果跌破以后 我们就能够起码这样它有一个下跌的行情 那么如果当它去反弹 如果去反弹的话 我们就可以寻求一个位置上去做购 这样的话风险性会降低 风险性会降低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所以日线的破位是我一直所关注的点 而这个它迟迟没有破 或者是是否是能够再次远离它 它不就变得是可涨可跌 那么我们就应该是耐心的等待 不应该着急 所以我才把目标选择去做 我觉得永远更可 这个形态我觉得出现的概率更好 所以过去这8天来讲 还算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上载情况 这个形态没有走完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了 反正我们用标转移一下 转移 外面有点这个下雨的声音 那边有影响 应该还好 我们继续 那么关于欧元和英镑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到底接下来美元怎么走 就跟欧元怎么走是一个概念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月线 正常来讲一个月线的一个压力 就是月线级的一个压力 还是应该蛮大的一个压力的位置 蛮大的一个压力的位置 那包括现在欧元是在月线的压力 或者是你说 美纸是在月线的支撑位都可以 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 而且它未来的目标是可能奔着周线的压力 就是回到94 回到94的话 刚好是反弹大概从现在来讲90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去到这个地方之前的美纸的变化 是它先跌一下 然后再去涨 再去涨 还是说直接上涨 就是这个唯一的问题所谓 唯一的问题所谓 如果按照我的思维 我觉得最好不要跌一下 但是应该直接拉一下 这个会好一点 这是我的看法 或者是你直接即使跌 你最好也不要再跌穿88.24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基本的看法 也就是讲 同样的 反过来讲就是 我认为欧元最好不要再上货新高了 最好不要上货新高了 为什么 就是说如果欧元再次上货新高的情况下 其实不利于未来欧元一个上升的行情 稍等下 稍等下 大家有问题 我们一会再交易了 好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但这个不作为交易建议 我有我的想法 就是因为我认为 交易欧元还有上涨的空间 但是如果今年在这个地方 如果再上货 我觉得有不太好一个上升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轻易的现在如果假设 接下来的非美数据 而不是美元数据 以及这个接下来的美国的议席会议 如果欧元从底端向上一个拉升 不要去盲目的去追多 那么从形态上来讲 这是一个下跌 反弹到小时级的压力位 这东西没有问题 这些都是技术形态 只能这么讲 就是不是我之前那种分析 就是说分析一个大的周期 这些都属于技术图形 就是到这种支撑位 反破回到支撑位 下破回到压力位 这些都属于是技术交易 技术交易 但是未来的方向 不能够明确 有人先半天有人分析 如果按照这个地方是一个起点 这个地方没有破 那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微型结构 不是说没有这种概率 也可能 就是这边下来 然后这边夹了一个下跌 然后跟着打上去 这也可能 就是这样的话 是一个12345的一个上角结构 但是时间前后可能有矛盾的地方 但是这些可能也受到一些 关于这个非农数据的一些影响 所造成的也可能 包括这一段是欧洲央行的会议造成的结果 那这一段是 最近那段是非农数据的行情 那这些都也都可以 但是这些都 我建议大家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具体的交易计划 还是应该是用一个多看少动的方式去进行这部分行情的参与 那么英镑来讲也是如此 英镑可以讲 我之前也不建议大家去做 因为可以这么看这个形态 虽然前期有一波大的上涨 空间也蛮大 但后面的运行很纠结 沿着这个小时机的均线上方 上下的穿越 好 我建议大家 先把这两个评论 还是要评论一下 因为从这个地方来讲 我是感觉不到有资金再去做的 这个感觉就和我跟大家讲的纽币是不一样的 大家如果你细心体会 你看纽币里面你就会发现 它这个形态当中 在低点的位置 是不是有 感觉上像是有一些资金在控制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消息 包括 包括这个非农数据的时候 对吧 别的平常有下跌没有 但是像它的话 几乎没有向下跌了 比如说这些地方是谁在买入呢 比较思考一下 比如说像非农 出数据的那一瞬间 然后谁再去买 或者谁再去稳定这个价格 它的目的性是什么 对吧 这就是我跟大家去讲这个概念 而其他的品种是没有的 欧元和英镑 以及黄金 是没有的 所以这两个品种 我建议大家把它暂时评论 还是没有读出来周期 对解吧 因为我说纽币 我说大家可以读这个周期 像 英镑 欧元 这个周期还是读不出来 好 那么另外的品种像 面对家园 好 之前你跟大家分析了 1.3到1.28 今天最低点是1.2801 这个地方是一个横向震荡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 高低点已经走完了 所以我今天的低点1.28 如果你自己做的 应该这个地方我建议是买路的 之前已经讲过了 你从上方跌 你从这个地方跌下来跌到1.28 你去做卖出我会同意 那第二点2.28 不要去买出 你可以不做多 你可以不买路 因为你可能觉得不稳定 但我建议也不要去做空 这应该是一个震荡区间 好 那这个震荡区间 我把它更加细节化一点 就是 我们假设这个里面 它的目的形式是什么 比如说 未来的方向 第一个它有没有破掉前面这个平台 有 破到这个平台 对吧 但是道理来讲 这是一个 是 因为你破位了 你这个地方不是一个 对吧 低点反弹 次低点拉升 这和之前的下跌好像就是不一致 这符合一个 上涨的一个形态 对吧 那么我们来思考这个地方的变化 1.3到1.28 还挺 走的还挺很规矩 1.3001到1.280 你正好200 到现在来就看了 你就想这个位置到底谁在哪 好 那我们就重量一下 如果这个地方震荡好景 目的是干什么 好 我们就理解了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呢 细分出来 那我给大家画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形态 好 那么第一个 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 有试图做空的单子吗 有 好 那么有做空的单子的情况下 要怎么办呢 当然要洗盘 但是呢 因为他之前这波上涨来讲 他必然要 是说反了 就是说 如果这波上涨 大涨之前 大涨的行情 按照这波上涨的行情 他出现一个回调 正常 这是正常 对吧 你即使回调 用到0.38 那也到1.27了 这个行情 那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如果这样的行情在这里 被发现 它是否能很顺畅的跌下去 这就是问题 我觉得是不能 那不能之后怎么办呢 他既要完成这个下跌的 对大周期的调整 要不能给短期做空的人 获利的机会 那么 这个地方其实 对 这样 当他在这个 运行当中的过程当中 学过 大家去看这两句吧 先编回来 当这个地方 既然是 这是一个大的反转 这又是一个 上涨的一个结构 这个是需要有调整的空间 但是有人已经做空了 就不能立刻获利的情况下 正常来讲 这个区间 当然也不见得很有低点啊 当然我觉得1.28是低点 先上破 先上破 上破以后 有人说 有人说 上破以后 他又走很远 我觉得上破 也不将它 走很远 当然 看上破 也许走一点点也可能 不且算到1.3050附近 好 我过来1.3057 这个地方 它会有影响 有个什么影响 它会有个洗完的过程 洗完过程以后 我觉得它才会 真正遇上这样的一个 取调整的过程 而这个调整 你会发现什么呢 它其实 在外 在我们看来的话 就是 在大多数人看来 就是从一个震荡的区间 穿出去以后 用鼓移到震荡区间 那么 但是它后面会怎么走呢 我觉得会 这样的运行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了 这个结构以后 我们该怎么做呢 好 当这个位置上冲的时候 多的 获得最大的力 进行下跌 当形成这个结构的时候 多单 会进行 逃仓的行情 所以有一个杀跌的行情 就这么来思考 之前大家讲 空单来思考 就是 当这个地方 有做空的人 然后拉伤以后 被洗掉 有人可能 进不住就会平仓 但并不是所有的 然后 拉回来的时候呢 又进行一个反向拉伤 又会去 挤压到一些人的心理 对吧 然后再一次的杀跌 那么做空的人会怎么样 做空的人会非常坚持 进行一个 所谓的一个空单的持有 所以如果综合起来 我刚才讲这个概念就是到 这个点的时候 是我们买入美价的一个时间点 是买入美价的一个时间点 是买入美价的时间点 同时在未来的这轮上涨的时候 他就会将在中计的这个位置上 选择做空的这些人 全部洗掉 所以 拉升到 我觉得更高的位置的时候 更高位置的时候 那么去年我们曾经在1.33G 做过空单 然后在这个形态上被拉走 然后后来我们的方向转向了黄金 没做美价 然后他一轮下来 我们在这边曾经做过美价 那么技术1.33G 所以可能在这个位置上的拉升 到上方来讲 这就是一个高位 所以这一轮我觉得可以做 反向这反向的行情 可能会是更大的周期 就是在从上方往下走 就可以是更大的一个周期 在这个地方的形态 我把这个形态给大家描述出来 那这个形态是什么呢 就可能是今年美价一年的走势 您可以把这个地方细细 当然后面就不再画 因为还没走过来 所以今天为什么画它 今天画的是 我之前在高位去说到1.28 是一个震荡周期 那么是在这一两天的时候说的 或者在这一天的时候说的 应该是在这一天的时候 那么当他走到这个节点的时候 我再去描绘后面的变化 那么走到这个节点的时候 描绘的变化是到哪里 是到这个地方 好 那么只能是说将来走到这个地方以后 我才能向后方去描绘 后面走去 那到走到这个类似的这个点 我才能去描绘后面这一点的行情 那么但是大铁轮廓是这么描绘 描绘出来 大铁轮廓 有人说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波拉升 这波拉升的最后的高点应该 我觉得会和原油的那个点 也是在一个前后的充分 不一定是绝对充分 就比如说原油可能是在七八月份 在最高点 可能每家是在十月份 可能是最高点 比如说你不是今年看美元上涨吗 美加和美美加和美者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我只能这么讲 如果按照这个地方来讲 有些品种你可以去参考 比如说欧元对家元 然后这个半天看 我们看到欧元对家元 现在在1.6的视频 就是上美发 基本上是上一周 创造一个最高点出来 欧江 对吧 家元大涨欧元也在高位 所以破位 那这个破位以后 我是觉得 接近到它的一个大的一个调整的期 就是如果把它设定为一个大的一个发售板 然后我觉得接近到 它应该是要开始给人下跌的行情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在 它还会有一个高点 我不说欧元可能不见得会很快动 好 欧家的高点可能在美加的上破的地方 好 那有人说 那不是说美元 所以这里面就会很麻烦 就是 为什么说有加勺盘不愿意做呢 就是它会很麻烦 比如我刚才说那个 你不是说美加还有一个高点吗 这样的话欧家不会还创一个高点吗 但是问题是可能在美加在这个地方的 就是上冲这一轮的行情的时候 欧元也会从高位下跌了 所以它就会力量相抵消 所以欧元对于加元的高点 我反而认为就是接下来如果你们去做 每个家元当它开始有一个上穿的时候 就是欧家的最高点 而这个的话我只是一个建议 我还是说那句话 就是我一般交叉盘 我不给具体的教育计划 我只是说给你们一个建议 因为偶尔吧 交叉盘里面 我觉得有一些机会可以去思考 但是我更多的还是带大家做制裁 包括我自己也是在做制裁 为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在欧家里的概念就是 欧元对加元如果未来是一个 欧元对加元 未来是一个大跌的行情 从上方跌下来 我看这个情况 那么我起码能觉得 欧元会下行有一段 然后呢 美元对加元会有一段下行 时间点我没法重合 我没法现在就推出来 变化太复杂了三个品种 但是我从中去找一些交易机会 交易机会 比如说我认为欧元对加元的第一轮下跌 结束 比如说现在日级吧 这个位置 当然欧元对加元从高位跌到日级的支撑位 和日级支撑位到这 这是欧家第一段下跌 当欧家第一段下跌 因为欧元进入到一个横向期的时候 我画一个这个位置 欧元对加元下跌以后 它进入到一个横向调整期 刚好在日级支撑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认为欧元会下行 那我可能会做一波美加的上升 就从这里做一波美加的上升 好 理解吧 然后我要看欧元对加元的一些契机 欧元加元已经一二三如果跌下来 因为这个上升的时候会伴随着欧元 欧加的一个影响调整 但是当调整完以后呢 可能美加会大跌 欧加会第二轮下行 那可能反而去做空美加 也许可能做其他的交易评程 我就说一下这个概念 说一下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描述一个 我觉得这是美加的一个 未来一年的走势 就是不叫一年吧 就今年吧 后面这个走势 我觉得比较稳妥的 现在看是这一段上升 因为这是一个上涨图形 破位拉回上涨 做一个大概这么一段行情 我觉得它是比较稳妥一些 比较稳妥 我可以给大家去看这个形态 现在还没到 我觉得比较好的时候 当然你要是想做的 我也不反正 但是你可以记住这个形态 当它拉回到这个附近的时候 去买入它 比较好 这是美加 那其他的品种 包括我们就日用 每日的话 今天变化还是比较大 就是107 没有赚助 回落到小市集的支撑位 好 回落到小市集支撑位的情况下 怎么看这个呢 因为黄金那边的话 今天也跌 等于两个品种今天都在跌 是吧 都在跌 是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 有人说这个 包括日币 为什么那么走 就是技术图形 其实从基本面上 今天也没什么事 技术图形 那接下来就是 它肯定有选择方向 不管是黄金的上涨 还是 每日是下行 反正说每日上涨 黄金继续下跌 所以这个地方 没法做交易 但是我们可以去跟踪它 怎么跟踪呢 就是 这个地方 如果它回到下方来 整个地方 并且创破了 并且下破了 并且下破了 Dit下来是这样 前来是这样 那当然黄金也会抬上去 当然黄金也会抬上去 这里面 那这就是一个三強调整结构 但之前这个下跌当中 第一轮很长 这轮又很窄 那这一轮算什么 如果是 因为这地方毕竟破位 所以可以把这一段的空间 这段是大概是250点 所以我觉得从107下跌 到200到250点的时候 我觉得每日的下跌动能 可能就不是这么大 可能不是这么大 所以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 可以这么看 就是如果这一轮下跌下去 到105 我们就暂时不要去做空每日 这个地方 它会否发生一轮 比较强的一轮反弹行情 这是我觉得每日后来这种走势 当然这个走势来说 因为我是这么来分析黄金的 就是当它触发105的时候 我觉得黄金应该是到一个反弹的高点 到一个反弹的高点 就不管是到哪个位置上 有可能是更高一些的位置上 但是我个人觉得黄金可能不见得会破前面的1366这个高点 好吧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这里边是这样的一个下跌图形 这样的一个调整图形 然后这样的一个下跌图形 为什么是这样呢 就是我们通常做黄金同学也会看每日里的 假设你看每日下跌到了 破了105.24这个地点 那如果黄金也在拉盛强 我们很多人会主观认为黄金可能会上破了 那这是正常的 就每日破位的黄金也破位 所以要看这个形态会否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黄金就会下火 这一轮是有效下火 那之后的话 我们今年的每日和黄金就比较简单 就是反弹做空黄金 黄金做空的时候 每日反弹到日线的压力 然后再做空每日 黄金持有 每日做完一轮以后 然后黄金再反弹再空下去 就比较的简单 这样文化在今年可能 尤其在前半段 我觉得就可以按照这个思维 同时做空 就是高位 不管每日和黄金 哪个频率在高位 我们就去做空谈 就去做空谈 直到 我认为每日 不管是能不能跌穿100 我觉得有机会 如果跌穿100以后 我们再去反投 再去做多美 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画这个形态 就是这个形态 就是我觉得这个大结构来讲 就是未来每日的一个大的结构 那具体的话 细节来讲 还没到出发的点 有人说 那能不能在这买入呢 要看细节了 如果细节里允许的话 我们就去买 如果不允许 就先暂时先不买 基本上这个就是 主要的一些交易品种了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 我们现在重点还是跟踪有力 重点跟踪有力 然后其他的品种的话 我们再 暂时的话再去 等待一下 好 那现在的话 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一下 然后我们 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上周五到今天 整个的话 百分之五的涨 转发 为什么现在 今天有一个日内调整呢 就是转发 现在遇到一个更大的周期的一个阻力位 然后等于这个阻力位的话 就是周级的 之前讲1900 这话讲1900 这个地方1900的话会有一个 我觉得还会有一个平衡调整 但是我觉得它不会有升调 就是应该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换手 拿不住就跑 拿不住就跑 但这个位置如果在上抽以后 那上方就完全没有压力位 把这个一片一片开阔地了 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争论 所以不应该这个轻易的走掉吧 我去看看吧 贸易这个问题啊 咱们现在去想 今天就不聊这个事 我觉得 唐普现在 他从他上台一天就没有老是吧 关于贸易逆差的问题 就没有了 但是 目前的 虽然我是觉得将来会贸易逆差降低 但是 从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美国的贸易逆差还是在增加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起码 现在中国的经济还是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 对吧 直到说它这个最后 所有政策落实了 真正意义上 美国的贸易逆差降低了 那才能是 一个落地的一个东西 现在还是在上飘着 那是 不用太 太过于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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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说一下 说一下 黄金 这样一切 什么意思 我没太看到 应该 我没太理解 我出了强度差这个图形 具体的形态我还是没有分析 不像一个纽币 我刚才讲那个美加的概念 因为美加那个就应该 八九对一十 可能是这样一个形态 好 今天 就看有没有机会做 因为正常美加是独立的 独立于市场之外的一个品种 如果我在一个联动性 就是不联动性 这些主要我想做的品种之间 我每一轮都能找到一个好的位置 看机会 如果正好在一个空档期 我可能就会做一下 如果不在空档期 你要看看那个仓位的管理吧 好吧 具体的话我们就先 差不多就先这样吧 如果有大家有问题的话 好吧 基本上我就今天说了一些 我对未来的行情预测 和我们现在近期的一个观察 把这个关系搞清楚 就是预测的行情就是跟踪的 有没有好的交易机会的点位 去看市场给不给 现在已经在跟踪的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行情 所以这些都是要看的 所以今天的话 没有 基本面不一定没行情 当然也可能就没行情 要等到明天的CPI公布 看市场反应了 也不用着急 牛逼的话 多单 当然还可以持有了 但是我觉得 再冲高一轮 你就平了 因为后面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升条 那你说你升条了 再冲高 有没有的 再先放一遍 对吧 我觉得那个升条 比如从0.74 回到0.73 或者你回来100点 就不好 对吧 我再一轮上冲 该平调 不要等到 非要等这个 最高点出来的时候 才平这个多单 那个不好 差一个点 你没有平调 那跌下来以后 你再想高位平 那你的心态就容易发生变化 所以不一定 对吧 就平仓不要想 平到我即止 好吧 那我们今天解盘就 差不多到这里了 那个 有什么问题 可以继续留意 白天的话 也可以提问 白天没多少人提问 当然可能跟行情有关系 好吧 那基本上今天这样 大家晚安 我们明天见 明天晚上 比较重要 焦烈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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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